那你按這個,這是hyperlink 你按這個以後,它不會跳到外面去 它跳到下面,定義到box的這個地方 所以在上面我定義ID叫BG 下面呢,應該是有一個box 然後我按這裡的時候就跳下去 那到下面這個部分呢,沒有錯 在這邊呢,你有一個ID叫box 所以上面,按這個hyperlink的時候你就跳到這邊來 那同樣的,我在上面,在下面這裡 我按下面那個link的時候呢 我跳到上面那個features 因為我們上面,這邊是警號features 跳到上面的 上面的features這邊來 interlinking就很簡單 這樣你就不是到外面去link 在網頁裡面連來連去 這個是很 straightforward 所以這個interlinking也是一個常常用到的 那麼接近結束了 這個meta meta meta這個元素 是一個蠻重要的 這是看不見的 使用者看不見的 那誰看得見呢 搜尋引擎看得見的 的一個元素 meta 那這個元素擺在哪裡呢 所以它 no visible user 基本上 它在擺在hade session 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這三個 使用者看不見 你要擺在hade裡面 它不是擺在body裡面 它一定要擺在hade裡面 然後呢 search engine可以看到 search engine可以看到 那你要把它擺什麼都擺上去 擺這個 這個 你如果真的要你的搜尋 搜尋能夠很容易被搜尋不到 你擺什麼東西最好 賭博色情 這個 但是你大概不會 不會 無關的東西不會擺上去的 那這個 但是呢 你就把 the keyword 就是你這個 有關於網頁的 keyword 最重要擺在這邊 那搜尋的時候 就可以這個 事實上搜尋已經有 現在有更進步的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基本上 meta是最傳統的用法 我們做 有一個 理喻叫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尋的最佳化 那這個 這其實是可以談很久的 我們這邊 當然沒有辦法談這個 那 the meta是跟其中 跟那個相關 說 我在做網頁的時候呢 你把你的重要的 keyword 做很重要的這個 你把它加在這個 meta的這個 元素裡面 那這邊 就加了一些meta 加了 這網頁裡面加上一些 meta name 還有content 這個 keyword 還有description 還有一個 一個是 我的 keyword 一個是描述 就把它都加在 在meta裡面 加上一個 the name跟content 加在裡面 那這樣子 就比較容易被搜尋到了 最後 HML5的東西 我想我們 我們就不去談它了 那 css留到下一次 後面其實還有一些 css我們下一次談 可是如果同學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一個 另外一份投影片 擺在上面 是介紹photoshop photoshop跟dreamweaver的這個部分 css 因為大家比較不熟 我覺得而且是很重要的 所以css 大家要 能夠預習 最好預習一下 css 這個東西 越來越重要 像這樣 我們這樣講到那個 box model 這裡面有很多東西 就定義在 在 在這個裡面 這個 HML是比較簡單一點 這邊 那這邊是這個 Dreamweaver的 Dreamweaver用css 到最後吧 css 後面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不會談它 在這份投影片裡面 的後面到 到這個部分 不過 我為什麼一直要 要往下走呢 因為這邊 介紹一下 Dreamweaver 這個是css Dreamweaver的話 基本上 它是一個 我們這工具都希望是 Visui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就希望 希望能夠 我們都不要用 我們這件事才沒談 但是我們 希望能夠是這個 呃 我們用畫圖的方式 畫出來以後 直接把我產生那些HML 產生程式碼 程式碼也是的 那以後會看到很多工具 都是直接 你不是用傳統的 打很多字的方式去做 所以 Dreamweaver就是這樣的一個工具 我想很多東西 以前也都用過 類似的 那Dreamweaver長像 這個樣子 我想 我們當然 這個課程不可能是 能限到六版 這個 那 到6.0了 這投影片還是5.5的 去年還是5.5的 那你在裡面可以定一個 第一個這個 不是網頁 定一個網站 然後可以做 可以做這個 各種不同的宣告 然後你可以用圖形化的界面來做 也可以用這個 直接打code 直接打HML的方式來做 這些都可以 所以 Dreamweaver是蠻大的一個工具 而且是很powerful的一個工具 那甚至它 它 對CSS JavaScript 不只是HML HL5的support 目前大概是最好的工具 是Dreamweaver 如果要用工具的話 那 你可以設定各種的 像這邊設定各種 Page的Property 可以在這邊來做 做這個設定 然後 那幾個view 你可以做這個 Design View Split View Code View 你要用界面 你用 用視覺的方式 來畫圖 來產生你的code 或者是呢 你要用寫程式的方式 不是寫程式 打文字的 就是Code View 所以一般來講 現在如果用過Visual Studio 用過Eclipse 大概都會有這幾個view 要用圖形的 或者是combine起來 所以現在工具大概都類似 達到DAR以後 應該慢慢的要 要學會用工具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工具 然後可以檢驗它的各種 某一個元素 它各種不同的屬性 或各種不同的Property 它上面都很方便的 讓你能夠去用 然後你要做Layout的話 這個是HMO的Table 等等 那 這邊它有寫到 Browser對Table的Support 有的時候會 有一點不一致 那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那這個Division部分 我想我們 這些東西主要是給大家參考 我想我們不會 不會這個 不會 不會 不會談 主要是談這個 下禮拜主要談CSS的部分 下禮拜主要談CSS的部分 下禮拜還會談一下這個Photoshop的部分 各種不同的Style 各種不同的Style 最後停在這邊 最後一頁 就是要大家 你可能自己要去 GoogleStyle 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去自己建 這個 建網頁的一個服務 市場可以建網站 可以建網站 大家自己去用用看 但問題是它 它並不Support CSS 它是Support Inline CSS HTML是可以的 那 CSS是不會 它不完全Support 但是可以破解它 這個網路上 要怎樣破解 甚至是放JavaScript 在這個網頁裡面 GoogleStyle 另外一個大家可以參考的是Wix Naturel 5 這兩個大家在做網頁的時候可以參考 用Dreamweaver 或是用GoogleStyle 或是用Wix 或是都用一下 我是蠻建議大家 每一個工具都試試看 試試看這個 但是Dreamweaver複雜度比較高 如果以前沒有用過的話 在短時間裡面要上的時候比較難 Photoshop也是 它的複雜度比較高 如果過去沒有用過 是比較困難 但是GoStyle 或Wix 是給一般人都用的 都可以用的 所以這個複雜度比較低 所以選了樣板就可以做 所以這個 所以我今天要談大概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禮拜就 談一下CSS 下禮拜還有一個PostView 那個Post就 然後要完成分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了